煎蛋这样做真的很下饭 酸辣鲜香煎蛋 每口都有脆口酸菜 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肴 赶紧学起来关注我的频道 顺手收藏食谱吧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 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的频道有两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现在来煎蛋吧 材料有酸菜鸡蛋和小辣椒 酸菜切粒 辣椒切末 打散鸡蛋备用 热油炒香姜末和小辣椒 炒香后下酸菜 一茶匙糖 一茶匙糖 去洗后 一茶匙酸菜 只干酸菜 allons 烤热 螺 1茶匙酱油 倒入鸡蛋液 鸡蛋翻面 酸菜煎蛋就做好了 好香呢 酸菜煎蛋有微微辣味 脆口酸菜真的很下饭 很好吃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还有我的食谱有双语版本 每天中午12点会上传中文版本而晚上8点半上传英文版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了 谢谢观看 记得要收藏食谱了 不然滑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